7月5号到6号晚 黎润坤博士写几位优秀的乐手 一起分别在大陵人民文化俱乐部 和开发区大剧院 分别上演了爵士五重奏的音乐会 在人民文化俱乐部音乐厅 当晚的专场音乐会 黎润坤和乐队一口气 演奏十余首精彩乐曲 其中有他作曲和创编的曲目 爵士乐不仅旋律和声和节奏方面极具特色 更主要的是他融合了古典音乐 失传已久的即兴演奏 精彩的演出令乐迷陶醉其中 也领略了爵士乐的魅力 各位老师演的都是特别好 然后就弹的时候 下面我都一直在抖腿 因为太投入了 非常好 非常受欢迎 尤其像李博士这样 能把中心音乐结合在一起 他自己作曲的那个something new 我觉得就特别好 他提到了五音调试嘛 他这种中心一结合 对孩子来说更有借鉴作用 李润坤1988年出生于大连普兰殿市 2008年考入沈阳音乐学院 学习古典Sax 先后师从于沈阳音乐学院 现代音乐学院副院长刘延教授 爵士Sax 研究家陆婷权为了更好的学习爵士乐 2011年他前往美国 在华盛顿州立大学继续深造 在美国硕士毕业后 他同时被华盛顿州立大学 和内布拉斯加大学的博士专业录取 获得全额奖学金 并在该校任教 还曾参与华盛顿州立大学 爵士大乐队专辑的录制 国内的总体啊 就是爵士乐迷和爵士乐教育 发展得非常不错 这个爵士乐有很多是排练出来的 但是大部分它是在记性 所以说会给大家一个非常 想象不到的感觉 而且在爵士乐手 在演奏的时候 在现场的气氛 现场的这个感觉 会让它的记性的手法 和记性的这个色彩 是完全不一样的 为了向国内传播最前沿的爵士文化 黎润坤每年暑假 都会回国进行各种艺术交流和演出 在爵士业界活跃和积极 此次回国 他先后在四川音乐学院 成都Sea Pop音乐学院 西安音乐学院等专业院校 进行了爵士讲座 而在家乡大连 他也在大连大学音乐学院 进行了主题讲座和演奏 热情积极地推广爵士乐 备受业界关注 学习这个爵士乐的演奏法 它的和古典有些不同 怎么摇摆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爵士记性 爵士记性就像语言一样 你要一点点学习这个语法 语会还有单词 一点点融会贯通之后 你才会出来你自己的乐剧 才会在真正的记性 这些都是一个非常系统的学习方法 谢谢大家